诸位同修 诸位同学 少忧 少恼 少病 安乐行 阿弥陀佛 请方长 仁义理智性 这个人 我们看我们这个中国的字 造智 两个人 叫做人 两个人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 想到自己 就要想到别人 也就是说 我想怎样对自己 就应该怎样对别人 这叫做人 推己 己人 这叫人 那么我不希望别人伤害我 我就不能伤害别人 我希望自己得到幸福 别人 也希望得到幸福 常常拿自己 去想别人 我们现在 所说的叫 同理心 这叫做人 这叫做人 所以说 人者 无敌 敌就是 对立 如果有一个人 跟我是 对立的 那就 不人了 那就 没有人了 没有仁慈了 所以 要真正做到人 在整个世界上 没有任何敌对的 没有对立的 也就是说 不是朋 就是友 所以这个意思 非常的圆满 人下来呢 是义 义 是讲求 尽义务 我们 对于这个社会 对于一切众生 只讲求义务 不讲求权力 这样天下 就有太平的希望了 我们看看 今天的世界 都是 争权 夺利 不讲求 尽义务 不讲义 把义这个字 忘得干干净净 丢到旁边去 所以 到处都是 不公 不义 礼 这个礼 是讲礼节 主事 待人 接物 都要有节度 要事宜 要合理 智 仁义 礼智 智就是 礼智 也就是说 不敢情用事 要用礼智 信 信 信就是 守信用 人跟人之间往来 孔老夫子 特别重视 这个信用 人 无信 他就没有办法在这个社会 立足 这是讲古时候 古时候 这个信 就是 人与人之间 承诺 我讲出来的话 我一定做到 没有什么定契约的 说出来的话 大家决定遵守 绝对没有 反悔的 都能守信 现在 现在 白纸 黑字 他都不承认 他也要反悔 跟古时候可以说 有天壤之比 所以现在 是大乱之事 那么这是说 五个 基本道德的建议 人人 都要遵守 所以这才说 道 失掉了 才讲德 没有道 要讲德 德如果 再失掉了 才讲人 这个道德水准 越来越低 人没有了 才讲义 义再不讲了 那就剩下理了 理如果再也没有了 那就不可想象了 理是什么呢 理上往来 就是说 这个是互相的 相互的 是有报仇的 相互互相的 义呢 义不是 义是讲 尽义物 像朋友之间 比较好的朋友 讲义气 遇到困难了 都是付出 奉献 没有讲报仇 没有讲条件 这就是义 只是奉献 付出 不谈报仇 不谈条件 那么依照我们中国古人 古物 古书里面的记载 所说的 三皇时代 的人 他们有道 他们行道 大概那个时候 整个世界的人口 稀少 远古的时代 人口少 地大 物博 人心 比较 单纯 真诚 没有这些欺狂 所行的是道 那时候 还有道的 气氛 到五地的时候 这个道 就渐渐失去了 没有道了 这个人 这个时候的人 意识形态就起了变化 也就是说 在三皇时代的人 没有私心 到五地的时候 这个人 私心就重了 自私自利 越来越严重了 也就是说 这个我执 佛法所讲的 我执 越来越严重 这个时候呢 道就降为德了 那么再到三皇 三皇就是 下商周 这个德呢 也渐渐没有了 就变成 人 行人了 还有人的存在 大家还行人 想到自己 还会想到别人 那么再过来到春秋 五霸的时候 人也没有了 人失去了 但是呢 还讲义 像这个齐桓公 得了管重 九和诸侯 一筐天下 他尊重周天子 尊重周朝 讲义 还有义气 那么到了五霸以后 义也没有了 义也不讲了 这是我们在中国历史上 所以一路上 过来的这个演变 可以说看得清清楚楚 那么古人这种评论 一点都不过分 所以到汉以后 都着重在这个义 义这个字 如果义也没有了 那就是天下大乱 我们现在这个世界 不知义 没有人教 义是什么 不知道 不讲理 不知道 当然 不会去讲求了 所以就大乱了 那么在理书里面告诉我们 圣人统治一个国家 他依凭什么呢 就是道德 仁义力 同时 并运疑心 像佛法一样 契机 契礼 应激 施教 看众生的 这个基感 机缘 感应 应该用什么方法教 就用什么方法教 人心真纯 纯朴 那这就用道德 人心纯朴的时候呢 用道德 人心险诈的时候 那这不可奈何了 那决定要用理 那理绝对不能试掉 所以过去这个正康城 我们就说 周理为本 圣人理治 那这是治国平天下的根本 就像我们现在的宪法一样 所以中国可以说 自古以来 社会的知识分子 古时候的知识分子叫做 世代夫 世代夫阶级 他们做全国老百姓的榜样 这些世代夫阶级啊 都能够手礼 行人义礼 那么老百姓呢 心中自然能够服从 自自然而也起而笑话 学习 所以在过去 在民国初年的时候 国家 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的警察 也没有那么多的法官 那么如果 人跟人之间起了争执 怎么办呢 找谁来评理呢 这时候啊 找这个乡下 半私俗的这个老先生 教私俗的老先生 请他来评断 这个老先生呢 已经据点 头头是道 说 孔夫子怎么怎么说的 孟夫子怎么怎么说的 那说出一番道理 说的大家心服口服 那把这个纠纷呢 就平息下来 那所以不必找警察 那也不必找法官 所以这个乡下教书的先生 就把这个问题都平息了 讲道理啊 就能够处理的恰到好处 这个就是 那个时候的人啊 心地 还是厚道 春仆 还尊重 孔老夫子 听这个是孔老夫子 所说的 都能够接受 那么现在啊 这个社会 混乱 一切都以利益 为第一 名利金钱 第一 不择手段 道德仁义 没有了 那所以 非常混乱 那么 社会秩序的这个好坏啊 根源于教育 我们这个台湾的教育啊 说老实话 是失衡的 那台湾 只能说啊 有技能的教育 技术的教育 没有道德的教育 道德的教育 讲得再清楚一点 就是做人的教育 台湾现在没有做人的教育 所以这个教育是 严重的失衡 所以 至圣先师 孔老夫子 他老人家教学 最重要的 第一个 注重德行 第一个 先教德行 他老人家教学 第一个科目 就是德行 第二个是 言语 人跟人之间来往 第一个接触 就是言语 讲话 互相沟通 如果言语 不谨慎 说的人 无益 听的人 有心 那就造成误会了 误会就结冤仇了 所以言语也非常重要 不能庆呼 第三个是正式 正式就是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的教育 都是属于孔老夫子的 这个第三课 正式 正式是什么呢 就是办事的能力 技能的教育 技术的教育 也就是有一技之长 将来在社会上 可以谋生 靠这个过生活 但是 整个社会的安定 国家繁荣强大 要建立在德行的基础上 而安和乐利 是建立在语言的基础上 我们今天教育 把这两样 丢掉了 根本丢掉了 没有根本 没有根 没有根就像一个大树 大树没有根 你想想看 它的这个花果树叶 能长得好吗 能长得出来吗 不可能长得好 那么第四课 才是文学 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艺术 所以空老夫子 把这个艺术 放在最后 把德行 放第一 可见德行 是根本 文学 文艺 是制业 这非常正确 那么这是首先我们 认识礼 礼的这个意义 礼的重要性 所以礼记 一开端 第一句话 取礼曰 取就是为取详继 礼是自谦而尊人 这个叫做礼 所以一开头 取礼曰 无不敬 这跟我们讲了 跟这个十大行愿 第一愿的礼敬诸佛 是一个意思 无不敬 没有不尊敬的 对于人事物 一切恭敬 礼记第一句话 就是一切恭敬 他说 无不敬 眼若思 安定辞 安明哉 这个四句 第一句 就是讲恭敬 就是讲礼敬 第二句呢 是讲端庄 庄严 第三句 是讲言语 言语 要肯定 要安 要定 要柔和 要肯定 那么这三条都做到了 天下老百姓 就得到安了 安和乐利 就安明 那这最后一句是讲结果 前三句是因 后一句是果 所以四出四间法 都重视理 可见得这个理 非常非常重要 那么佛法呢 尤其注重 实在讲 儒家讲的 没有佛法 讲的这么彻底 这么究竟 我们在礼记里面 同时也看到 也在这个第一章 明白告诉我们 傲不可掌 那这句话的意思 就肯定了这个傲慢 人人都有 在佛法里面讲 这个傲慢 是与生俱来的 与生俱来的 不是你这一生学的 是累世带来的 傲慢呢 佛法讲的更痛彻 这个第七世 莫娜世 莫娜世 有四大烦恼 长相随 那四大烦恼之中 就有瘟慢 这个烦恼 是修道 最大的障碍 只要有这个烦恼在 你的道业 绝对不能成就 不但不能正果 连开悟 都不可能 如果想要在佛法里面 开悟 一定要把这个傲慢 舍掉 我们在 谈经 就看到 很明白 最明显的一个例子 法达成师 他 受法华经 三千步 自以为 不错了 很了不起了 但是 他 开不了物 为什么 开不了物呢 就是 自以为 了不起 傲慢 见到六祖 顶礼的时候 头 没有着地 被六祖 执政之后 他 生了 惨困心 这才 舍掉 傲慢 这是经过 六祖 执典之后 他才 开悟 所以 有这一念 有这个傲慢的 想法 心念 存在 这是障碍 就不能开悟 更不能证悟 连 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都不可能 那西方极乐世界 凡胜 同居土 下下 凭往生 都要舍傲慢 那你只要有傲慢 这一念 西方极乐世界 你就没有份了 就算你一天念十万声佛号 也不能往生 为什么呢 你十万声佛号 降伏不住 烦恼 所以佛教给我们 孔老夫子也教给我们 第一个 就是 礼静 礼静的目的 在哪里呢 目的在 断傲慢 断这个傲慢心 把这个习气 连根拔掉 因为儒家 是教育 佛法 也是教育 人有傲慢 那你遇到再好的老师 你也学不到东西 因为你没有把老师放在眼里 那怎么能学得到东西呢 真正有成就的 一定是谦虚的人 人人念弥陀 弥陀心中作 法连处处开 净土自拥有 老年生活何处去 要如何找到心灵的归一处 向进下宫老和尚的悲愿 为一切有缘大众修身养老 往生净土设下 发愿在这一生 要求生净土 打造生命最好的归宿 欲缘 承传弥陀无尽愿 欲缘 深入弥陀无尽愿 随缘 弘扬弥陀无尽愿 何缘 共祝弥陀无尽愿 向进下空老和尚弟子 台中法联净土学会 商务下广法师 发愿在台中太平 筹建光寿山 法联佛陀教育学院 互设弥陀村 目前园区正在续建中 呼吁善性大德 发心护持 您的点滴护持 不仅是打造一座弥陀村 更是为自己及后代 营造一座安身立命 掌养慧根的人间天堂 邮局话播账号 2270-3000 2270-3000 顾名台中法联净土学会 洽询电话 04-22913567 04-22913567 0919-952-231 0919-952-231 功德无量 季佛陀鲫赢水1-20467 orman